今天要学习的那种是圆柱的表面积 那刚刚是一起先想一想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圆柱 那它的由什么组成呢 应该是由两个底面 还有一个侧面 所以我们就得出两个底面面积 与侧面面积的总和称为圆柱的表面积 那我们紧接看一下 那圆柱的侧面展开图 那我们从那儿剪开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动的呢 从这儿转一圈 所以说长等于圆柱的底面周长 因为我们这个长方形的长等于圆柱的底面周长 那宽就等于圆柱的高 所以说我们跟老师一起学一下 今天看如何求圆柱的侧面积呢 那圆柱的侧面积等于侧面展开的长方形的面积 因为我们这个圆柱把它解开以后 它的侧面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说它的侧面积就等于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我们圆柱的侧面积就等于底面周长乘以高 为什么 因为它解开以后是一个长方形 那长方形应该是长乘以宽 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长等于底面周长 宽等于圆柱的高 所以我们就得出圆柱的侧面积就等于底面周长乘以高 那么经验看 如何求圆柱的表面积 那么显成圆柱体的表面积就等于圆柱的侧面积 加上两个底面的面积 这就是圆柱的表面积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它说一个圆柱形的一个茶叶棍 高是10厘米 底面半径是3厘米 那我们求一下它的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那我们先看公式 那我们圆柱的表面积应该等于侧面面积 加上两个底面的面积 那我们先看 那侧面积等于什么呢 刚才说侧面积应该等于底面周长乘以高 那我们看一下底面周长 什么呢 底面周长因为我们这个茶叶棍 底面周长底面应该是一个圆 所以其实就是求的是圆的周长 那么想一下求圆的周长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如果知道半径就是二派二 二表示是半径 二派二 如果我们知道直径就是派地 所以地表示的是直径 二表示的是半径 两个半径不就等于直径了吗 所以说我们以后根据题 它如果告你半径 那么就用二派二求是它的周长 如果告你直径呢 就直接用派地也是求是它的周长 那它这条题告什么 它告诉是底面半径是三厘米 所以用这个公式 那就是二派二 那么二派派我们按三点一四去取 二乘以三点一四乘以三再乘以十 十是我们的高等于188.4 这就是我们侧面积底面周长 前面这三个算是底面周长 底面周长不求的是圆的周长 那我们底面的面积呢 我们应该是两个 属于是两个底面面积 等于什么呢 底面面积应该是 其实底面面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圆的面积啊 圆的面积怎么求啊 是派二的平方 派R的平方 这R表示是半径 派R的平方 那两个底面就说就是 2派R的平方 那我们就是2乘以派是三点一四 再乘以半径的平方 是应该是三的平方 所以最后是等于56.52 所以说那我们圆周的表面积 等于188.4 加上56.52 最后就等于244.92 算错 今天高老师一起练习一下 那么看一下求下面圆柱的一个侧面积 那么先求圆柱体的侧面积 等于底面周长乘以高 记住了啊 圆柱的侧面积等于底面周长乘以高 老刚才说 底面周长其实就是求的是圆的周长 圆周长是2派R或者是派D 那么看这条题 它是不是标的这个相当于 高的是圆柱的直径式啊 所以直接用派D 求出的是底面周长 所以说派就是3.14 D是我们的直径 3.14乘以8 高就是我们的10 所以最后等于251.2 这是我们这个圆柱的侧面积 那如果求圆柱的表面积呢 我们圆柱体的侧面积等于底面周长乘以高 3.14乘以8 再乘以10等于251.2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算出来的 求出这个圆柱体的侧面积 那圆柱体的底面积呢 底面积是一个圆 相当于求圆的面积 是πR的平方 这R是半径 但这条题发现高的是直径 所以说用2乘以2表示是什么 是两个 所以这个是2乘以π就是3.14 R的平方 R应该是直径是8 所以半径给它除以2 8除以2 后边表示的是πR的平方 这就是2πR的平方 最后等于100.48 那圆柱体的表面积等于251.2 加上100.48 等于351.68 那今天高老师一起回忆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 圆柱的表面积等于什么呢 是侧面积等于圆柱底面 周长乘以高 那圆柱体的表面积等于 圆柱的侧面积 加上两个底面的面积 记住的是两个底面的面积 好 同学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中文字幕 implications � anything